眼前身形巨大的蝸牛缓慢爬行 看似无伤大雅的动物 如今却人人喊抓 原产于非洲有世界最大蝸牛之称的非洲大蝸牛 近日大肆入侵美国佛州 当局紧急展开防治行动 设立检疫区 民众尚可自由进出 但可能藏有蝸牛软的植物 土壤或庭院废弃物都禁止带出 高规格的防治规定并非反应过激 会那么紧张是因为它们真的不一般 非洲大蝸牛除了食量大 带有染疫风险可能危害人类健康 它们繁殖能力更为惊人 专家指出 一只雌性大蝸牛每年可产出2500颗卵 但这并非佛州第一次经历蝸牛大军亲门他户 早在1966年就曾出现类似情况 且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多年来佛州政府投入大量资金 尝试根除大蝸牛再度入侵 但都宣告失败 当局呼吁民众切勿用手捉拿蝸牛 应与除虫团队配合捕捉作业 至于今年能否有效制止 非洲大蝸牛频频来袭 仍有待观察 戴新闻王家政变异